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孔子。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位哲学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,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山东省区富士,逝世于公元前479年,享年72岁。 孔子对道德和礼仪有着强烈的信仰。 他认为,人们应该遵循一定的准则和行为准则,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。 他的思想强调了家庭、教育和政治的重要性,以及个人责任和尊重传统的重要性。 他的许多思想都被写成论语或其他文献中,成为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孔子的家族 孔子家语中提到,孔氏是殷商的后代,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。 按照宗法制度,孔傅家一辈后,亲戚关系已经疏远,因此需要成立一个新的家族。 于是,孔傅家的字孔被选作家族的氏族名称。 然而,直到孔子时代,孔氏才正式固定下来,并从氏族变成了姓。 孔子的父亲是鲁国大夫舒良哥。 舒良哥续娶了一位妾室,生下了一个名叫孟皮的儿子,但孟皮有残疾。 在舒良哥的第三次婚姻中,他娶了18岁的严征载,这段婚姻被史书称为野和,因为他违反了理治。 严征载,曾经私下到尼秋山祭祀,祈求能生一个儿子,因此孔子的名字中带有秋字。 据记载,孔子身高达到九尺六寸,当时非常引人注目。 孟宪子曾称赞孔子的父亲舒良哥能力非常强,能够举起城门,就像老虎一样有力量。 这个遗传基因使得孔子的仪表非常出众,高大威猛,头顶凹陷的特征使他显得更神秘和卓越。 这些特点使人们更加尊敬他,也使他的思想更有说服力。 孔子的早年生活十分艰辛。 他三岁时,舒良哥去世,葬于鲁国东部的房山,而孔母为江墓的所在地告诉孔子。 于是,孔母将孔子抚养成人,并常常为他摆是祭祀用的礼器,让他练习行李眼里,这对孔子的教育影响极大。 然而,当孔子十七岁时,他的母亲去世了。 他想将父母合葬,但却不知道父亲的葬处。 因此,他将母亲的官殡停于路口,向路人打听,直到他的邻居曼妇之母告诉他舒良哥的牧处,他才将父母合葬于房山。 19岁时,孔子为鲁国贵族继孙氏作文书、伟历和成田等小历,管理仓储和畜牧。 他取宋人齐观世为妻,第二年齐观世生下孔历。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 在他23岁开始收徒讲学之后,他逐渐成为备受尊敬的教育家。 他的教育理念极具影响力,被广泛传扬。 相传他收了三千弟子和七十二位贤人,成为了万事师表和至圣先师。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,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。 他认为,教育应该根据学生的性格和能力来因材施教,而不是一刀切的教授相同的内容。 这种教育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潜力,使他们得到最合适的教育和培养,从而成为有用之材。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也在世界教育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如今,他的教育理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。 现代教育家们可以从中汲取灵感,开创更为优秀的教育方法。 孔子在三十五岁的时候,由于鲁国的政变,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到了齐国。 齐景公曾问证于孔子,孔子说,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,君王应该尽其所能地做好君王的本分。 臣子应该尽其所能地履行臣子的职责,父亲应该尽其所能地承担父亲的责任,儿子应该尽其所能地履行儿子的义务。 齐景公的回答则表示了对孔子的认可和理解。 他表示,如果君王、臣子、父亲、儿子不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,就算有粮食,可能大家也都会饿肚子。 人们应该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,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。 由于齐国部分政客妒忌孔子的才能,孔子后来重新回到了鲁国,继续他的讲学生涯。 孔子的仕途 孔子在他51岁时开始在鲁国做官,被任命为中都宰。 一年后,他被晋升为继孙氏司空,然后又升为鲁国大司寇,负责治理国家的事务。 在鲁定公十年时,孔子成功地说服齐景公归还了侵占鲁国问阳等地的领土,为鲁国树立了威望。 孔子治理下的鲁国繁荣兴旺,但这也引起了齐国的警惕,齐大夫离租用女乐、文马赠送的礼物来影响鲁定公,使他不再关注国家大事。 同时,让孔子与鲁定公、继桓子等人在道德和政策上产生了分歧,最终,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。 孔子离开鲁国后,率众弟子周游列国,辗转于魏、曹、宋、正、臣、菜、叶、楚等地,传播自己的思想、推崇道德和礼仪,然而均未获重用,但孔子的学说仍然深受后人的推崇,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孔子的离世 据史记记载,孔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一直在思考和弘扬他的哲学思想,不断地教导和引导弟子。 他的弟子们包括了许多年轻才俊,如子思、子下、子禄、染球、炎灰等,这些人在孔子逝世后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。 公元前479年春季,孔子病重,感觉自己即将离世。 他在临终前,召集了弟子们,对他们说,我死后,你们不要哀悼我,而要以我为师的道德标准来行事。 这是孔子对弟子们的殷切嘱咐,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传承的重视。 孔子的离世引起了鲁国全境的哀悼,百姓们纷纷前来悼念。 按照儒家的传统,孔子的葬礼不采用太多的物质贡品,而是依靠对他的崇敬和对他思想的传承来表达对他的敬意。 孔子的墓地位于中国山东省区富市南部的孔陵公园内。 这个公园占地面积约200公顷,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园林之一,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孔庙、孔府、孔陵三大部分之一。 在下一集视频中,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及其影响。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,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在下方留言并点赞,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获取更多有趣的历史和文化内容。 谢谢。